欢迎大家今天晚上 这个五一节了 很多小伙伴都在去玩的路上 然后还能来参加咱们今天的AMA 非常感谢 也希望今天的AMA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收获 今天的这个嘉宾呢 是来自 罗马尼亚的一个小朋友 实际上他是 在这个美国读书目前 他也是比较资深的 这个企业的开发者之一了 从19岁就一直在搞企业 现在也就才20 那他现在呢 就前几天呢 也是企业内部 企业生态里面 第一个上线这个AMM的 这个开发者 也在社区引起了不小的这个反响 大家反应很热烈 当然呢 这个前天呢 又又又出现一个bug 那他现在 也应该说是已经修好了 但是为了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能够更可靠的话 他就暂时从主网上先撤下来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也是很有幸请到这个亚库来给我们讲一讲他这个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Yakku Hito 也可以叫我Yakku 我是刚刚在美南娃大学完成了第一年的学业 我已经连续两年担任了欧洲网络安全挑战罗马尼亚队的队长 我持有Offensive Security Web Expert和Offensive Security Certificate Expert 3的认证 在过去两年内 我一直在构建Chia 我曾经做过一些项目 比如说无信任的就是交换Chia和其分叉币 还有以太坊的其他的一些应用 以及一个Chia的JavaScript库 我目前在推动两个主要项目 一个是为Dapp 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提供全机里RPC的访问的 一个叫FireAcademy.io的 以及TabSwap 这就是我们来今天来这的原因 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知道TabetaSwap发现了一个漏洞 所以暂停了在主网的运行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对这个还是比较感兴趣 想请Yakku介绍一下它相关的情况 TabSwap在测试网 就这种说是它已经运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是一个开源项目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审查我们的代码 在确认漏洞 确认在对方叫我提交一个漏洞 并且我确认的漏洞是确实是实际存在的情况下 而且它威胁了协议中的这些资产后 我决定了发出警告来保护流动性 这是我们停止运行主网的一个核心原因 尽管我们目前的发展已经获得了一定成就 并且漏洞 这个漏洞本身并不难修复 但是我们选择用最紧慎的方式 回到测试网面启动了漏洞宣赏计划 我们还是关心漏洞会不会造成客户的资产的损失 或者是是不是已经造成了 如果有的话 那么该如何补救 目前来看的话 并没有任何人利用这个漏洞窃取到自己 然后但是一些提供流动性的客户可能会造成 会受到一些损失 但是这个损失是暂时的 如果你的资产在保留在你自己钱包中 你可以获得收益 你获得收益于你移除流动性中获得的收益之间的差异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你的交易费用应该是会大于损失的 但是再次重申的是什么 就是该漏洞被推出两天以后就被报告了 所以目前来看是流动性是没有被盗窃的这部分 像请Yako给介绍一下 TabitSwap的AMM目前提供哪些功能 然后未来的发展路线图是怎么样的 简言之TabitSwap允许客户用XH和 允许客户在XH和CAT之间进行交易 也可以用CAT在与XH之间进行交易 它允许人们提供流动性 并且向他们奖励交易费用 目前我们重点采取的措施就是防止未来出现的任何漏洞 而中期路线图就包括我们会改善一些服务 从TabitSwap的数据分析的显示部分到网站本身 我们已经确认了未来可能会有几个 一个改善用户体验的一个机会 从长远来看 我们可能会推出更好的版本 具有更多功能性 做AMM 我们大家都知道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资金池 如果做的比较好的话 也会成为黑客的对象 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安全性是如何保障的 那么对于参与提供流动性的投资者 他们自身应该注意哪些风险 首先我们是个开源项目 任何人都可以选择我们的代码 我们将再一次回到测试法进行测试 并且开启一个流动选产计划 在我的周一的时候 你们会获得更多信息 也就是大家的周二 安全性将是我们企业社区的集体努力的一个成果 提供流动性的客户 应该意识到主要有两个风险 首先是安全方面的风险 其次是我上面介绍的 再次性流动性损失的可能性 这是所有AMM交易所面临的问题 包括大型的像UNISWAP这种交易所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 所产生的问题可以用交易费用来异补 TypeSwap的交易费用比UNISWAP大两倍多 一个是0.7% 一个是0.3% 那么这个刚才提到了这个赏金计划 就是实际上就是要进行这个代码审核 这个我们想问一下代码审核是 就是他自己做还是说委托第三方 是否包括切尔官方 我所有代码都是自己写的 然后我已经检查过很多次了 我也请过一些人来检查 我很感激他们花时间来提高我们的项目的安全性 当然我要仍然是要再次指出的是开源的重要性 任何人都可以审查我来查看我的代码 并且检查其中漏洞 结合我们马上去下周即将推出的这个漏洞选赏计划 这将会成为一个非常强大的温序 现在我们看到就雅虎一个人 就是想问问他这个团队有几个人 能不能介绍一下团队的成员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 CableSwap还是我一个个人的项目 我现在确实想要组建一个团队 你可能像在GitHub上看到了 我们社区拥有很多并不是开发者 团队成员的成员自己帮助我们 然后至少在我所知范围里 至少有两个人是这样子的 他们对CableSwap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没有如果要组建团队的话 有没有营收的计划 就是怎么盈利 是否打算申请Tia的Grant 这样才能够就是说 如何保证这个团队能长期运营下去 不出现中断 目前我们的重点是改善Tia的Swap 一旦我们在平台上看到了显著的交易量提升 我们将会选择引入适当的收入计划 申请Grant是可能的 我们也可以为开发者添加一个开发者费用的选项 甚至发行代币 关于长期运营 我在Tia上的所做的这些工作是建立于激情 而并非工作本身 我已经花了15个月以上的时间 开发与Tia相关的项目 因为我真正的相信它相对于未来Tia社区至关重要 因为我真的相信在他们的影响 我相信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 在Tia社区的社区 那这个TiaSWAP会不会发币 我目前正考虑把发币作为一个潜在的收入来源 然而众损受之 Tia是一个合规的区块 全球法律环境非常复杂 各国法律都不同 由于想要长期致力于这个项目 以正确的方式进行 所有事情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现在这个能够接入哪些钱包呢 现在网站的现在这个版本是能支持 是支持offer文件的 也就意味着你可以拿任何支撑offer文件的钱包来用 那这也意味着职业官方钱包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网站的这个揭露的钱包呢 它是支持新的offer文件的话 它是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你是老板的offer文件的那个格式的话 可能会出一点问题 下一个可能有点敏感 但是我们还是想问一下 目前在这个Tia生态里边呢 也有这个做AMM的这个另外一个团队 也是做了蛮久的 就是这个Hush Green 他们已经在进行前几天在进行这个测试网的测试 那么你对这个竞争的问题是怎么看待的 我不能对Hush Green的Swap发表太多意见 因为它目前这一颗代码并不是开源的 我知道Hush Green在社区内有更好的更大的影响 我很感激我能有机会展示我的工作 我对于我现在在TypeSwap做的事情 非常的开心与自豪 我真的相信这个项目是 Cheer生态系统的一个向前推进的一次机会 我所有支持TypeSwap代码 所有支撑TypeSwap代码 都可以随时被审核和访问 我可以在这里回答任何相关的问题 以确保最大的透明度 但是最终决定选择仍然在选择选择 我们知道Yaku你还在大学刚读了一年 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学习情况 主要我们关心你将来会不会辍学 然后来创业 这是很多web3的年轻人都这么干的事 我的学业目前进展顺利 感谢大家关心 我目前正在攻读商科和计算机科学业双学位 我的学习 目前这一课的经验对我非常有帮助 如果我必须要决定是否退学的话 那将取决于实际情况 实际的具体情况 我现在不能预测 嗯哼 嗯 嗯 年轻人就是有机会啊 嗯 作为一个在企业里边的一个长期的一个生态开发者 呃 请你谈一下对企业区块链的 呃 看法 呃 那么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开发者进入到企业生态里面 我认为现在呃 进入企业最难的一点就是他的他的入门的门槛 呃 当然是当然我原来认为进入企业生态系统现在正在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当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呃 是没有任何文档的 你必须去阅读企业官方的呃代码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现在呃我们甚至有了YouTube视频来讲解一些很细的概念 越来越多的生态开发者正在开源他们的工作 呃为其他人提供宝贵的学习的呃 视频视力 此外呢 我认为我们很将很快就要看到更更多价值将会通过 呃 Dapps 类似于AMM 这样子 呃 呃 呃这提供了一个信任投资 XH和CAT之间的一个机会 和即将到来的以太坊桥梁我们也看到了很多 呃 呃这将允许呃 更多价值进入Chair里 我一直呃我一直在Chair的链上开发已经两年了 我仍然在这里我相信Chair的本身的使命 我看到了Chair的巨大潜力 我很荣幸能为为此呃扮演一个其中的一个小角色 嗯 OK呃 今天我们的问题呃 其实数量并不少 但是这个呃 Yaku答的很快啊 也比较简短 所以呃我们在这个准备的问题已经嗯问完了 呃 所以现在如果小伙伴在线上呢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想了解的可以在开麦可以提问了啊 嗯 喝嘛 你你说吧 我我我我就补充一下 嗯 很好啊 你这个能够这么 这个快的去支持他就非常好啊 我们用的也方便 因为Gobi用的很方便的 嗯 嗯 我我我是忠实用的 忠实用的 谢谢 你那个 NFT的功能加强一点 我我现在手头一大堆NFT不知道该怎么办 哈哈 哇 好的好的好的 我收到了收到了老板 我这就回去搞加班搞了 哈哈哈哈 好的好的 嗯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嗯 今天比较轻松啊 不要这么紧张啊 不要那么严肃 我看还有谁在我要点名吗 啊 现在大家可以自己解除这个静音啊 直接问就好了 社长有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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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小金你翻译吧 你直接问他 所以 Have you ever decided what kind of like coins or cats what kind of cats are you going to put onto your tablet swap 是 CARS SPECIFIC issues 兼须 prendre 是有问题 是哪管你想看 看你 before你 或当前 umbles 卡 в saber 你就 请 ここ ok 说就是如果你想要把你的币子上去的话 上到点面的话其实谁都可以 你何马已经找过了这个 但是你有去跟讲关于何马刀代币的事情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就是如果 你后面有一个很明确的团队 或者个人在为这个币子多支撑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币子给你上去 但是另外一种如果你很明显是一个scam 很明显是个骗局的话 或者是你没有什么性配数的话 我就不能把你放上去 如果你但是这是个去中心化的应用 如果我没有验证过的币子 在上面就会就会有一个没有验证的一个对应的标识 is your amm similar to is your amm the way you establish your amm is it the similar to hashgree ok 现在这一刻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原因是因为hashgree现在这一刻还是 不是开源是避源的 所以说没有看过 大家没有看过他的代码 i don't know so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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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 you verify that it's a scam or it's a real project for the tokens i suppose well i i don't really 我其实做整个验证的部分其实是我在做 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是正经的项目的话 我就会帮你验证 但是仍然还需要重申的是website任何项目都是趋路性化的 所以你不应该依靠我的验证来去认证你这个事情的可疑性 你要做自己的研究 然后自己确定这个项目确实是你要投入项目 i shouldn't be considered that capable it's decentralized so you should do your own research before investing in something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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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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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thereum and the chia bridge to compare to type swap 呃 你是没有说巨大趣味就是在以太坊换借的过程中 你不是说呃 再换一个现有代币 而是你在制作一个全新代币出来 是你把一定的以太坊质押在另一侧 然后做出一个新的一个代币在线上 那这个时候你才你当你做出这个代币的情况下的话 你才能去用呃呃呃我们的我们的我们的type swap 或者是AMM任何一个AMM来去进行代币之间交换 嗯嗯嗯嗯 就一个是一个是内部的一个CatB的这个这个swap 啊和和就是都是同一种类嘛 都是起压生态的呃 另外一个是它是链外的就是和链外 它涉及一个跨链桥的这个设计 所以是两种链的这个资产的交换 嗯 我我我问一下就是我这会儿这会儿可能开完了就是那个 那个hatscreen它有那个zap功能就是我们提供交易流动性的时候 可以单币种流动相相当于它后台就帮助你swap了一下 同时它的那个费率就是流动的费率可能会低一点 然后咱们这个tibet将来在测试网上或者是新功能上会加这个单币种质押功能吗 单币种质押功能是吗 对对就比如说你你你要质押XZH和HTT 你现在输入的话你需要两个币种都需要放进去 然后hatscreen测试网的话它有那个单币种功能就是你只需要提供XZH 它后台会帮你swap成HTT OK就我现在对于网络安全知识的一个想法是这样子的 首先我先要讲的是我并没有读过hatscreen的代码 所以说我并没有办法讲太多 但是从我个人认知来看的话 如果在一个流动性并不是很强的情况下的话 你把自动的把一部分的代币换成另外一种代币来讲的话 在安全性上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潜在的问题 我们并没有把zapp这个功能放到我们的那个流线途中 未来可能会在流动性变强的时候去考虑这个事情 我说一下就是雅库他的表达点 不是安全上的 而是说因为现在其他他整个身体的流动性比较低 如果说你加入一个小的一个单币进来的话 然后他自动帮你兑换的话 你可能承担的滑点是你不能接受的 比如说超过三个点或者五个点这样 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损失 雅库的意思是这样大概是这样一个东西 就安全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这个我明白 就是他如果说你超如果你放的单币种可能数量太多的话 他可能就会滑点太高了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呃不说发币的计划 我们有没有这个NFT的NFT的质押计划呢 就类似说我我使用钱包 那就是比如说使用高币 然后来签名来实现这个天下的流动性 然后如果我的钱包里有某种NFT的话 我们会降低滑点 或者是等等一种就是类似的这种想法 有没有这种方面的考虑 目前这一刻还没有考虑过这个事情 但是呢未来是有无限可能的 所以这个这个只是说的自己没考虑过 并不是说呃不可能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 嗯 当我们来到另一个问题 或者批课 是能够适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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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问的 I mean I mean Is it possible for tablet swap to offer a migration button um instead of requiring the users to withdraw their liquidity by themselves uh like uh you can offer a button to migrate their uh current LP token into the new vision LP token to avoid their fond loss yeah 对不对 对不对自己来搞 对不对 这个这个这个部分 你这个你更了解 我来翻 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当我们下一次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能不能 让用户去 去选择去 就是tapswap tapswap sorry 去提供一个就是迁移的一个按钮 而不是说让大家用户自己去聚餐去把流动性提取出来 因为因为它的占比应该是应该是一致的就是你只要把新的池子里面的share给就是份额给他给他然后就可以做到这样一个效果嘛 而且对于对于亚库这边他其实很简单就提供一些offer文件就行了 对我是这个意思 然后就是亚库是觉得就他还需要去对他他觉得这个东西很去容易化 然后就是就是tapswap本身是很去容易化的 然后他没办法去在后台去去make the offer 但我觉得是有办法去去去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回头我可以跟他聊一下这个细节吧 然后我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之前在以太坊生态是发生过的 就是说你直接去migration 然后去比如说V1到V2的时候 你直接去migrate就行了 而不是去用户自己去提 因为用户自己提的话他本身是很麻烦的 而且他他就是在经历一次就是相当于是提出来之后再存进去 他需要承担两次的华点 对我表达的点是这个 很好那我我我再问个问题吧 我再问个问题啊 就是现在现在那个呃 Lp代币它其实可以在这个二级市场 像这个 嗯 像这种Dexy上可以自由交集 那我们那个Tibet 会不会提供一个质压Lp的功能呢 就像类似像Uniswip和SushiSwip类似的这种功能 质压Lp农场去获得一些收益呢 我现在这一刻如果是没有也应该也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未来开发币的话 我可能会提供质压功能 然后目前来看的话 呃 施压这个部分是是呃 会将来会被考虑的 如果我们发了自己的代币 但是呢 需要讲的是如果你想要把整个的过程做成全区中心化呢 它是相当复杂的 所以说呃 但是我们考虑过这个事情 OK so 呃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也差不多一个小时了 呃 呃 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 呃 那么这个因为Yaku呢 那边是早上七点啊 就现在是八点了 呃 呃 也是周末 呃 他可能也有些工作要做啊 呃 大家看看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so Thor 我们要呃 与曲 那块 沙 as a gift uh just uh dm me your uh address okay and that's um we really hope as a young young student we really hope you could uh successful uh both in your studying and the the developer career in cheer yeah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and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thank you okay uh 谢谢大家今天的这个参与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关注 呃关注这个雅库的这个推特号他已经在这个群里边 呃发出来了叫鸭呃鸭鸭H1T0呃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呃跟他聊啊今天没没没问的问题都可以好吧好谢谢大家呃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五一劳动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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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